就这两台iPhone这么一方 你能看出哪台是三级最久的iPhone 13 哪个是iPhone 14吗 今天就有位粉丝找到小杨 说现在的国行13和美版14价格都差不多 到底应该考虑13还是14呢 先说结论那必须是iPhone 13 别着急的喷 从头到尾再给大家捋一遍 首先iPhone 14卖点是啥 满血的A15 6GB运存以及车祸检测 而13残血的A15 4GB运存没了 从外观上来讲 这两个真的是一对双胞胎 机身尺寸屏幕甚至是刘海材料工艺 完全是一毛一样 说人话就是你拿了14 别人以为你拿了13呢 你拿13别人可能以为你在用14 但是要说区别的话 可能就是性能确实有那么一微微的一些差距 满血A15和残血的A15到底差多少呢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TAL的话就是一个图形处理器的一个核心 那么从体验来想 基本上就没什么区别 然后我再说说这个车祸检测到底有啥用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出车祸的时候 苹果可以自动帮你拨打球球电话 别说这个功能需要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前提你要有辆车 至于6GB运存和4GB运存的一个差距 从数据来说 差了大概是在30%左右 但从价格以及人群考验呢 我觉得这个差距并没有那么的大 最后的话就是对比一下价格哈 现在iPhone13国行市场跳水 但是在小羊架的话 3999就可以搞定 那么14的话目前货量还是比较稀缺的 有货的话也是那种要打孔开卡槽的机器 小羊的话还是不是特么推荐 如果说让你去选的话 国行13和美版14你会选择哪一个呢